娱乐圈就是这样 吃的就是一口青春饭 很多演员只是红极一时 之后由于种种原因 便消失在大家的视线中 有的人是因为老了青春不在 有的因为犯了法错过最佳的几年 有的因为被爆料而人设崩塌 所以说要想从娱乐圈站稳脚 不仅要有演技还要人品过关 接下来我们就盘点这些过气明星们 看看现如今他们生活的怎么样 首先要说周杰 周杰大家并不陌生 也就是我们儿俘能详 那尔康的半年生 在此之后周杰片约也是不断 他主演的少年包青天 也是经典中的经典 可以说是包青天题材不可超越的存在了 可是由于出现的一些误会 使得周杰演艺事业一落千丈 从此周杰变半化演艺圈 开始了自己的投资事业 现变如今周杰已经成功变成了周老板 不但没有因之前的事落寞 反而现如今资产过亿 可以说非常让人佩服了 当年的小虎队可以说风靡亚洲 每个年轻人家里都会有他们的词带唱片 歌曲也是流传大街小巷 乐队解散后 苏友腾开始尝试在演艺圈发展 现如今也开始做起了道理 并且影片大卖 吴奇隆在沉浸了一段时间后 偶然机会和刘诗诗接拍了一部戏 结果不仅收视率大卖 而且还抱得美人归 可谓是爱情事业双丰手 反观陈志鹏 他之后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歌唱事业 可惜一直都红不起来 参加很多踪迹 也是无济于事 近期再次走进大家视野 是因为穿着越来越辣眼睛 说起来也是颇为辛酸的 还有就是陈佩思 陈佩思当年可是春晚小品头牌的存在 当年赵本山还只是各地方小演员 陈佩思就已经是春晚的包袱担当了 只可惜之后和央视的完全问题打起了官司 然后被央视封杀 之后投资影视行业也赔得血本无归 他并没有自暴自弃 而是和夫人盘了一座山 去山上种起了树 结果不但还清了债务 还挣了一大笔钱 可以说是非常让人佩服了 都说明星吃新春饭 其实童星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就好比家友儿女中的油耗而然 哥哥姐姐现在都是当红明星 自己却怎么都不红 还有就是林妙可 也总被老艺术家教育 要纯真 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但是最惨的还要树高俊杰 这个被周杰伦带过四十多场演唱会的小家伙 当初父母为了他房子都卖了 就觉得他以后会有好的发展 可没想到仅仅是昙花一现 在没有了周杰伦提供的资源后 由于自身没有太亮眼的东西 现在也慢慢的被人淡忘 总之 要想在娱乐圈站稳脚跟 光有颜值是不够的 时时刻刻都要提高自己的硬实力 如果不撕进去 就会被新生代势力无情淹没 有的人因此淡出视野平凡一生